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宁笑着当庭大声叫嚣 死刑 好可怕呀 想吓死我吗 各位 迪斯尼乐园再见 撒旦万岁 他大声叫嚣的那一幕 让所有在场的人都终身难忘 拉米雷斯 绰号撒旦门徒 一年时间至少杀害了十九个人 从九岁的男孩到七十岁老奶奶不等 他崇拜撒旦 每次作案的时候 都要在现场画上撒旦的标志 拉米雷斯竟然在入狱之后 还拥有一大群狂热的女粉丝 最终还和其中的一个处女家才女结了婚 2013年6月7号 53岁的拉米雷斯没能等来死刑的审判 因肝脏衰竭 死于监狱之中 去世的时候据说全身还发着可怕的绿光 理查德 拉米雷斯 是拉美移民的第二代 父母都是墨西哥人 在家乡的时候曾经遭受过原子能辐射 之后贫困的父母千方百计地来到了美国 刚一踏上美国国土 拉米雷斯的母亲就怀上了他 迫于生计 母亲在怀孕之后 还不得不在一家化工厂做工 一些美国病理专家分析 正是由于核辐射和化学毒素的双重影响 使得拉米雷斯在出生的时候 基因本身就带有暴力倾向 生活在底层的拉米雷斯意下 无法融入到美国的主流社会之中 身边的邻居啊 朋友啊 大多数都是贫困潦倒的移民 黑人 童年的拉米雷斯天天都在街头混 和那些街头上的小混混打笑道 贫富巨大悬殊 使他幼小的心灵种下了愁富的种子 比如魔鬼崇拜 他崇拜撒旦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在他心里产生的 但是毫无疑问 这种扭曲的信念贯穿了他的生命始终 受审的时候啊 拉米雷斯曾经说过 你们不了解我 你们也不想这么做 而从仇恨到杀戮 这关键性的过渡 还是取决于他的一个堂兄迈克 拉米雷斯在少年的时候 他有一个堂兄迈克 那可是他崇拜的偶像 迈克是越战归来的老兵 绿色贝雷帽成员 退役之后无所事事 经常拉着拉米雷斯一起吸毒 吸完之后就跟他大吹特吹 战场上惨无人道的杀戮场面 拉米雷斯年龄虽然小 但是对这些故事 那是又爱又怕 直到有一天啊 迈克又在家里跟拉米雷斯吹牛 迈克的妻子忍无可忍 觉得老公整天在家里 除了喝酒就是吹牛皮 什么正当事也不干 于是就冲他们发了几句牢骚 没想到恼羞成怒的迈克 掏出手枪 居然一枪就把妻子给抱了头了 打中了脑袋 妻子的鲜血狂喷了拉米雷斯一脸 这一年拉米雷斯刚满十四岁 从恐惧中惊醒过来的拉米雷斯 竟然从此萌生出一种可怕的欲望 他说总有一天 我要像撒旦那样 掌控别人的生死 婚到了十八岁 拉米雷斯离开家乡 来到大城市洛杉矶闯生活 但是志愿广大的小混混 当然不会像父母那样 老老实实的当个工人 很快他就和洛杉矶的小偷们 打成一片 感谢小偷小摸的够当 赚了钱 大家伙一块吸毒 过过瘾 拉米雷斯在1981年和1984年 两次都因为偷汽车被捕过 这可能是警方对他有的最早的记录 拉米雷斯也意识到啊 如果一直这样下去 那自己将来也就是一个没什么出息的小毛贼 而且街头偷东西 那收入少 风险还大 于是拉米雷斯就下定决心 要干一票大的 就是入室盗窃 这也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 1984年6月28号 经过几天的踩点 拉米雷斯潜入了第一个被害人 79岁的老太太珍妮的家里偷东西 可能是他之前期望太高 最终却没有多少收获 找了半天 没找到什么钱 一怒之下 拉米雷斯毫不手软地 将睡梦中的珍妮 割了喉咙 然后兼尸 扬长而去 这一年 拉米雷斯24岁 在他身上潜伏多年的魔性 被无辜的生命和鲜血唤醒 恶魔重生了 珍妮老太太被杀八个月之后 避过风头的拉米雷斯 又开始了一场新的大屠杀 在1984年到1985年的一年里 洛杉矶和旧金山市 都被一片恐怖的气氛所笼罩 一切都是因为一名神秘的变态 连环杀手所致 他喜欢在半夜里潜入别人的家 把成年的男子杀死 然后再把女性和小孩 暴力强奸 杀害 再肢解 与其他有固定习惯的连环杀手不同 拉米雷斯 既无特定的杀人方式 射杀 用棍棒打死 割喉 赤手空拳打死 和掐死 他都用过 也没有针对某一特别类型的受害人 被拉米雷斯杀死的人 年龄从九岁到七十岁 各行各业都有 这让警方无计可循 束手无策 警方的无能 开始让一些吓破胆的市民 相信拉米雷斯 真的是撒旦派到人间的门徒 拥有恶魔的超能力 拉米雷斯戏剧性的落网 再一次证明了人民的力量 触犯众怒 比触犯法律的下场更惨 1985年8月30号 这天傍晚时分 拉米雷斯打算投一辆汽车 但是他居然没有注意到 车主竟然当时躺在车下 正在修理这辆车 车主听到车子被发动之后 飞快地从底盘窜了出来 一把掐住了拉米雷斯的脖子 拉米雷斯顿时被掐得红了脸 还不忘威胁 我有枪 可是车主也是一名硬汉 更何况车哪能让人随便抢跑 拉米雷斯这个时候已经钻到了车里 他打算开车甩掉车主 于是他强行发动了汽车 先是撞到了一大片篱笆 然后一头又撞到了车库里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死不放手的车主 硬是强行拉开了车门 而且一把把拉米雷斯拽了出来 扔到了大街上 没想到遇到了要钱不要命的这种硬汉 拉米雷斯也只好逃命了 他开始夺命狂奔 穿过了一条大街 才甩掉了身后狂追不舍的车主 这一次 恼羞承诺的他打算顾忌重施 再抢一辆车 于是这次他挑了一个女人 他觉得女人好欺负 于是他相中了一个28岁的少妇 吉利安娜的福特轿车 他大声威胁着 让那个女人把车钥匙立刻交出来 否则就杀了他 可是没想到回应他的 就是那个女人超高分贝的呼救声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那个女子的丈夫 32岁同样身强力壮的一个壮汉 捡了几根铁棍冲了过来 一棍子就打在了拉米雷斯的背上 从来没有失过手的拉米雷斯 彻底惊慌了 这一次他竟然大失一个连环杀手的水准 再一次抱头数窜 这一次他发现自己居然成了过街老鼠 不仅身后是狂追不舍的 刚才那个女子的丈夫 还有文逊赶来帮忙的 不仅如此 在追赶的过程中 越来越多的人都追了过来 都是来见义勇为的 被追赶的无处可逃的拉米雷斯 转过身来 准备和大家搏斗 但是他没想到 这一次他面对的 但是他没想到 这一次他面对的是浩浩荡荡的人民的力量 而且在追赶他的人群中 一个年轻女人认出 拉米雷斯竟然就是警方通缉的连环杀人凶手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就是拉米雷斯几乎在没有任何还击的情况下 被这批群众给痛殴了一顿 事实上啊 当警方赶到现场的时候 已经躺在地上的拉米雷斯 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了 他一边承认自己就是被通缉的杀人犯 一边向警察祈求保护 不然的话他可能要被活活打死 曾令整个美国西海岸地区恐慌不已的撒旦门徒 就这样倒在了义愤天鹰的民众脚下 相比较他之前杀人越活的猖獗 拉米雷斯被逮捕时的狼狈情形 可以说近乎于搞笑 从这里面也能看得出来 其实触犯重怒比触犯法律的后果更为可怕 随后对拉米雷斯的调查审判 好时四年之久 1989年9月20号 洛杉矶法院做出了公正的判决 拉米雷斯43项罪名成立 其中包括盗窃 强奸 击奸 以及19项谋杀罪 被判处死刑 当法官宣判死刑时 拉米雷斯竟然猖狂地叫嚣 这不算什么 人人都会死 咱们迪斯尼乐园再见 接下来 他拒绝律师的辩护 当庭发表了言论 你们不了解我 你们也不想这么做 你们更没有这个能力 我超越了你们的认知 我的行为超越了神圣和邪恶的范畴 我不相信所谓的文明社会的伪善道学的教条 我不想看到法庭上的说谎者 满怀仇恨的人 杀手 骗子 和懦弱的偏执狂 这些都是地球上的褥虫 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 你们的想法让我恶心 伪善的人们 我们因为某种原因都可以被牺牲 没人知道是因为什么公开或者秘密的政策 世界上所有的政府都会以国家的名义 或者以上帝的名义来杀死你 我要报复 魔鬼隐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接下来 拉米雷斯开始了他漫长的死刑等待 在这期间 通过媒体的报道 拉米雷斯的罪行和言论公主于世 有愤怒者 也有同情者 某些人居然还把他视为是 无政府主义的偶像 反抗当局的英雄 甚至还有很多狂热的女粉丝 把他视为黑马王子贫颂秋波 在这些女粉丝中 有一位相当出色的厨女加财女 叫德林 她比拉米雷斯大五岁 拥有双学士学位 智商高达152 她声称 自从第一眼从报纸上看到 拉米雷斯的照片之后 就无法遏制地爱上了她 随后 德林开始了漫长的追求历程 她先后一共给拉米雷斯 寄去了75封情书 而且还不顾其他追求者的威胁恐吓 据警方记录 至少有一名 拉米雷斯的女性追求者 向她进行过暴力威胁 最终 1996年10月3号 36岁的拉米雷斯 和41岁的德林 在监狱里完成了结婚仪式 结婚以后 拉米雷斯的律师坚持不懈地上诉 以争取让德林不要成为寡妇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使得拉米雷斯活下来的机会 大大增加了 在人权和妇女保护机构的呼吁下 政府几乎无限期地推迟了 对拉米雷斯的死刑执行 但是 2013年6月7号 一直没能等来死刑的拉米雷斯 最终因为肝脏衰竭 死于监狱之中 据媒体报道 以撒旦门徒自居的拉米雷斯 此前身体泛出了可怕的绿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